好 这次爆发出的高病原性的禽流感疫情 其实早在去年底就被一位独立制片导演李慧仁所发现 当时他将病死机的检体寄给了农委会的官员 不过检体最后被官员给退回来 直到现在疫情扩散爆发之后才获得政府的重视 而这名独立制片导演李慧仁 其实早在六年多前就开始追踪调查台湾的禽流感疫情 他甚至把调查结果还有官员隐匿疫情的事实 拍成了纪录片 防疫人员全副武装待命 对高机来来回回运送一支支准备扑杀了病死机 国内爆发首宗H5N2高病原性禽流感 农委会紧急在三月二号晚间八点开始扑杀五万七千五百只弹机 但事实上早在去年底台湾就已经出现高病原性的禽流感 为了证实这个消息 我开始在全台北中南的养鸡场进行调查 同时采集病死机的器官包括器官 独立制片导演李慧仁花了六年的时间追踪调查 亲手解剖两百多只病死机 在去年七月完成不能戳的秘密纪录片 不要缺点两千零九年到二零一零年之后 其实这个部分就陆陆续续非常多 包括在去年二零一一年在 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在云林 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禽流感 那甚至可能都是高治病性的禽流感 可是都被引力下来了 尤其去年圣诞节前夕李慧仁持续到彰化县方院乡的养鸡场采样追踪 更发现情况不对劲 对他把同一处养鸡场的病死机检体 分别寄给当时的农委会主委陈武雄与防检局长徐天来 没想到徐天来却把死机检体退回农委会还隐秘疫情长达七十天 一月二号一月七号徐天来局长都发布新闻稿 说他是低病原 然后甚至在一月十号的时候 然后他还谎跟OIE谎称称是低病原 可是在昨天却变成高病原 那我们回来想 那个时候你竟然篡改加速卫生试验所的试验报告 这是很明显的未造公文书 李慧仁说当时寄出的检体早该在原月就检验出来 而不是拖到现在三月政府才开始扑杀 政府放任疫情扩散一定要有人负责 记者无耀于谢奇文台报道